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正在影响全球政治的重大话题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对德国的影响 德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特朗普的胜选被视为一场噩梦 让他们感到毫无准备 曾经寄希望于拜登政府的德国 如今不得不面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性 以及他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潜在威胁 专家警告,德国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卫措施 否则将在华盛顿失去信誉 而在乌克兰问题上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使德国的支持立场变得更加微妙 甚至可能迫使乌克兰做出不利的妥协 此外,特朗普对贸易的强硬态度 也将对德国的经济构成压力 特别是对汽车和制药行业的影响 让德国企业感到担忧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 德国在气候行动上的努力也可能遭遇阻碍 因为特朗普一向不支持全球气候协议 这让德国的探中和目标面临挑战 最终,德国政府将再次面对特朗普的强硬政策 这不仅关乎安全和贸易 还涉及到未来的国际合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柏林的灯火闪烁着不安的预兆 德国政府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噩梦 唐纳德·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 这一消息无疑在德国政坛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曾经,德国官员们寄予厚望 希望卡玛拉·哈里斯能够继续瞧拜登的政策 维持稳定的跨大西洋关系 然而特朗普的意外胜利却打破了这一希望 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亨宁霍夫直言不讳地指出 德国政府过于依赖民主党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 他强调与特朗普阵营几乎没有建立任何联系 这将成为柏林的遗憾 回想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 2017年至2021年 柏林的记忆仍然隐隐作痛 特朗普当时对北约的怀疑态度 甚至威胁要撤回驻德国的美军 这些都让德国难以招架 霍夫呼吁 德国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补偿过去的失误 尤其是在防卫支出上 他强调 如果德国在这方面不做出显著改变 那么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将会大打折扣 尤其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考虑到国际舞台上的变化 乌克兰战争是德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一个议题 特朗普在竞选中声称他能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但这可能意味着乌克兰被迫放弃大部分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安全专家尼克朗格曾指出 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使得他的乌克兰政策难以预测 经济上 特朗普计划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对其他国家征收20%的关税 这将对德国的出口产业较成沉重打击 德国的汽车和制药业首当其冲 据德国EFO经济研究所的调查 44%的德国公司担心特朗普的政策会带来不利影响 仅有5%预期会有积极效果 此外 德国政府正努力推动的气候行动也面临挑战 拜登 哈里斯政府是德国在气候政策上的有力伙伴 但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使美国远离国际气候协议 这对德国的全球气候努力是一大打击 在特朗普眼中 德国似乎总是个反面教材 无论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还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策略 特朗普都对其表现出深厚的敌意 如今 德国政府将不得不再次面对特朗普的领导 处理安全 贸易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 德国总统弗兰克 瓦尔特·施泰·英迈尔曾在2016年称特朗普为仇恨传教士 如今这一评价仍在德国政坛中回响 柏林的夜空下 德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这位不速之客 希望能在这场跨大西洋的外交考验中寻得一丝光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 美国商人 电视名人及政治家 曾担任第45任美国总统 2017年至2021年 他于1946年6月14日出生于纽约市 是房地产开发商弗雷德·特朗普的第四个孩子 特朗普在沃顿商学院完成学业后 加入了家族房地产公司 后更名为特朗普集团 并通过开发曼哈顿 电视节目《飞黄腾达》和其名下品牌及物业 积累了大量财富与知名度 特朗普于2016年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当选美国总统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未曾有过从政或军界经验的总统 他的政策和执政风格常被认为是非传统的极具争议性 标志性的政策包括税改、放松监管、移民限制、对外贸易战 以及所谓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 他在其任期内推动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及税收改革 被认为是其政府的主要成就之一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面临了多重挑战 包括新冠疫情、经济衰退及种族紧张局势 他对疫情的处理引发了广泛争议 包括对公共卫生建议的抗拒及对疫苗研发的推动 特朗普曾两次遭到众议院弹劾 分别因通乌门事件和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 但均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宣告无罪 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寻求连任 但最终败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他对选举结果的持续质疑和随之而来的法律诉讼 引发了广泛关注 部分支持者对其选举舞弊指控深信不疑 特朗普卸任后仍然在共和党内保持着显著影响力 并在政治和媒体圈子中保持活跃 特朗普的个人风格鲜明 常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公众互动 虽然他的推特账号在卸任后被永久封号 但他仍通过其他平台和媒体渠道表达观点 他的政治活动和言论持续在美国乃至全球引发讨论 支持者是其为反建制的改革者 而批评者则指责其言论和政策加剧了国内外的分裂 特朗普对于现代政治和美国社会的影响 仍在继续被评估和争论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